大家好,我是康康。 我开身后这种环保车,开了一个多月, 就是和交警走的头碰头, 交警都不带管的。 开那种黄色的车子, 走着走着,交警撵着你还要插进去, 有时候运气不好的话, 三天被插了两次。 现在老板准备把那种黄色的车子全部卖掉, 都买成那种蓝色的环保车。 那黄色的车子也没有开了多久, 就开了一年多一点点, 现在都要把它卖掉, 说实话也挺可惜的, 车子还是很好的。 给大家一会看一下这个车子车框的怎么样。 这两个车子是那个黄色的,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, 这交警一看到这个车子就抓, 抓,抓的就是上不了路。 这可能是因为这车子看着就像那种野鸡车, 不像是正规的车子。 盖板的,带盖板的。 这个车子能拉20, 装平斗是20方, 而装高点的话就是20四五方。 开了一年多一点点, 这个车框, 车框总体还是, 还是可以的。 就是这个车子被这种, 有的时候经常换司机的。 是德龙F3000。 这车子才跑了五万七千多公里。 一年半啊。 奥隆。 就是这种车子吧, 就走的都是烂路, 就是用的比较厉害一点点。 就是毁车子毁的比较狠一点点。 毁车子毁的很, 有看着就像, 不像一年多的。 其实刚买了一年半。 看一下它的发动机还是很新的。 大的框架上面没有什么毛病。 就是有一点点脏, 没怎么刷过。 要不是查那个环保查的厉害, 这车子还真舍不得卖。 还查环保查的都上不了路。 三天抓了两次, 抬到一次就是扣六分, 发两天。